每天早上必做的两项运动啊第1项就是什么 左三天右三天第二天又弄什么 做完了 你问我做没做我做了怎么做的很简单 为啥不拍了因为现在时间太赶了真的不想拍了 但是就这样吧又不有效又闹又闹了现在咱们该起来的床该起床的司机呢都起床了 你看有些人跟咱们一样他们也起床了啊 他们起床了干啥呀 儿童节的这天向大家问好了钢哥继续上路现在是文革化时间6点08分 嗯现在的早上是8点45分8点50分 嗯我为什么要记录这些呢 是因为刚才我困的不行了啊困的不行了我就找了个地方啊停车 就睡了20分钟这这一觉呢叫做回龙觉 哈哈是吧 好现在呢继续上路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眼光非常明白 继续上路 哦 对 6月1号下午2点50分 现在的外面的气温是91 一发爱91发爱你们有多少度呢888888还是30那91那就是312度吧 就这么热我那空调已经开了 但是因为我你也知道我受不了空调嘛所以说我就 脚底下开凉分 上面吹热分 现在我们进入了现在我们在百欧美境内 今天晚上的应该是刚刚好被开到科罗拉德州的边上 明天一早送货 现在那貌似那我的公司也给我安排了回来的货 什么事情呢 都挺好 都挺安排的挺好 送完会拉送完会拉 比较赶 所以说有时候降机比如说今天我中午吧 中午我停车吃饭 喝洗澡呢 因为这个时间有点赶 没看就是一两分钟 不是一两分钟事 最主要是钢戈没剧本 一秒钟入不了戏呀 又定当导演又定当演员 难受的 看看外面 看着 怎么样 还不错吧 高原的飞行啊 还是钢戈跳的啊 穿个钢继续带路带路北美去科罗拉德的单 南方 北美 现在时间 温哥华晚上7点13分 我们一天的旅行 终于到了抵达了我们的重点 抵达了 但是明天 我还要开 我们抵达什么地方是抵达了今天的目的地 而不是这次旅行的目的地 到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地 还有60mph 意思就是说明天早上起来 我当地时间6点钟起来 再开一小时7点钟再去卸货 写完货之后干什么再去拉货拉货去哪里拉 拉货在当地Denver拉货 然后在Denver拉货之后再往南开开多少开180mph的地方也有说要再开三个小时的地方 干嘛 再去拉第2货这两货之后往加拿大了 可是你知道现在我担心了什么 我现在车是停在郊区的 美国最近报 就一天啊今天6月1号昨天5月31号5月31号到6天 今天一就这么一晚昨天一晚上的时间 暴动城市增加到了140多个 24个州出动 出动 出动周警 什么叫周警啊就周级警察相当于咱们中国的他妈的 军队了吧算是 这没有那我太恐怖我这想明天安不安全啊 但是我告诉你 钢哥 从小被人吓大的不怕 这时候有人说了钢哥把你旁边那个 风景太美了你就少逼逼两句带我们看看 风景是吧 好嘞 带你先看看风景 然后在咱们现在已经把水做上了 今天晚饭的咱吃饺子 昨天吃的那不叫饺子 昨天吃的是饺子脱了成那麽的丸子 丸子面片方便面吧 哈哈哈哈 对走 钢哥带你们下去看啊 看夕阳 这里是哪里的这里是 Ford calling Colorado的Ford calling 这个Ford calling就在那个 Denver以北的五六十秒的一个城市吧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 我给大家环顾一下试奏啊 全部都是卡车 夕阳 大家会问 哎这云彩怎么好像往下坠呀 记不记得有期我跟大家说 高原云雨的时候 那在下雨 在稀里里刷拉拉的下雨 那那里什么这里就是休息站 我们这里可以去进去里面可以拉屎撒尿 哎你看我发现一个星期的东西 这里是太阳能耐着什么搞得什么搞头 垃圾将掰出来 再扔进去 我碰垃圾桶来要洗手了洗个手吃饭 恐怖了一个垃圾桶 一个垃圾桶的吗 一个垃圾桶还带电动 现在我把车门锁了 把钥匙拿了 我们去里面看看 刚哥是怎么上厕所刚哥什么呢 不是怎么上厕所的 是怎么去 洗手吧 没有我的没有我主角光环的照耀那西洋是不是已经不再美好 终于一天下来可以走动走动了所以我不知道什么 我就是这条街 这两个仔 我走起路一定要大摇大摆 哈哈 我们去看看这地方有什么兴起的 你说为啥我不戴口罩 我离个人要远点 看到有人我根本就不戴 现在 各种各样都比较恐怖啊 我做做晃晃又晃晃视角 这里呢就是 休息区啊 欢迎你来到科罗拉多 那这就是地图 他怎么了 Can you see 你能看到他吗 不管他 这就是整个科罗拉多的地图啊 看到吗 这是边界线 这是边界线 这就是登尾 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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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明天我们拉货的地方呢 就在这个 看到这个绿圈吗 我们明天送货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送货在地点 然后警戒第二天呢 送完这个地方货呢 来这里拉货 不是来这里 这第一个地方拉货 紧接着我们往南开 往南开开到飘楼 开到飘楼 再往这边开 这边有一个叫 是什么地方呢 本尼 反正就在 差不多就在 这个地方吧 具体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应该具体的就是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从这里从丹佛开到这里差不多要开三个小时 看看这边的环境啊这边是男厕所 这边是男女混合厕所 哎 4点到晚上7点现在这个混合厕所关门了 但是咱们 的确关门了 关门咱就不能去混合厕所 去混合厕所就我一个人 你就可以给大家看了 但现在看不了了 那 给大家简单介绍这个 这个rest error 从那个门进来那边小车的 这边都是小车过来的 你看 出来看一下 现在外面的气温的是84度 还是比较不错的 外面有微风吁吁吹来 这边小车看到了吧 那边就刚才我们的夕阳 然后呢 那边呢好像也是一个那叫welcome center啊就是 欢迎你来到 科罗拉多 然后呢进来之后呢这就是这边了这就是厕所坟布 那都是比较不错挺干净的啊 美国呢 美国基本上所有这个 rest area 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么样子的 你要都是比较干净的 知道吧 除了个别州个别几个除外啊 比如说像那个南边穷的州叫做 叫做new mexico 还要再往那边走那个phoenix啊 呃 phoenix 凤凰城 那是什么州啊 还想不起来的反正就是南部有个别一两个州啊 啊 加利福尼亚往那边开 个别一两个州 那我去过那个那那那那 就有点恐怖 其中加州的南边的有个 服务区的也是比较恐怖的 他那服务区因为加州缺水吗 他那个都是那厕所都是怎么说呢 都是那么干不是冲水的都不都是那种 一次性怎么说就是就是就是随时的简易搭乘的白 那个有点恐怖 然后这边这个没出去了就是我们卡车的地方呢 那边就是美丽的夕阳 那边就咱卡车停车的地方 大家能看到我的卡车吗 能看到我们做起1910吗 这就是每次呢 我只有在这个时候下车才有感觉到一种 轻松 自如的感 虽然我现在憋了 但是啊我又看到一个美景 你看到吧 等这个车过去啊 这个车过去就可以看到 看到什么 那边下雨的时候是 还有一点雪山有点隐隐约约雪的样子的看到吧 那里是雪山 那里是夕阳 现在微风徐来真的 感觉特别的舒服 身上真的特别特别的 被晒了一天啊开了一天这时候的我最放松的时候 现在呢卡车的水也烧的差不多了 啊 然后呢 这是 这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rest error是什么样的效果 好了吗 接下来刚哥要去进厕所了 进厕所就不拍了啊 好啊 吃饭的时候可以拍 我们可以让你看我吃饭 但是不能让你看我上厕所 差点进成女厕所 开心不 开心就继续看啊 现在干嘛 跟随刚哥的脚步 一起去看看他们厕所到底有什么好处啊 哎 首先 这个地方免然是两个洗手吃 怎样这是什么 啊 哎呀 吵死了吵死了 这就是 那里什么 哎对小便吃小便吃 哎看看 这里是大便吃大便吃大便吃啊 你说万一有个人怎么办没人呢啊 看啊 马桶捷径程度还不错啊 地面还挺干净啊 还有个人看看 这个呢还行还行 还可以啊那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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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不错啊 是 还不错 那小便吃也不错挺干净 这里也不错 还可以可以可以 YESIR I GOT IT I GOT IT 好玩吧 你说 我刚才已经看过了而且门口也有把门的 全部介绍了 有些人说了你看 那个地方 咱不能去 至少我今天去不了 好了夕阳呢这是瞬息万变的 就这迷瞬间啊我们出来这十分钟吧 再看看 就背着着通红了 所以说有些美景你知道吗 我只能把摄像机呢静静的放在哪里 然后给你快进让你们看一下那些变化我觉得这也真的是很美很美的风景 真的你说你到年老的时候啊 小时候夕阳 现在你要对卸人外面呢 也不下雨就吹点微风特爽 等下来咱们就去车里下饺子 看看刚哥的饺子怎么下吧 下饺子好像不重要美景更重要心情愉悦更重要吗对不对 那这期视频先到这里 给大家介绍了什么 科罗拉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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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还行啊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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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色以后我可以常来 挺干净而且水料也挺 但是 最近的美国 能不来还是不要来了 暴动 很恐怖 关注我关注刹克康 每天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烟火 哦 藍斗 废